好,我们来谈一下常用快速键 我们在编辑的时候,有所谓的效率 我们会使用快速键 举个例子,全选是什么?Ctrl-A 如果要复制Ctrl-C 要贴上Ctrl-V 那这些可以 刚开始的时候,你可以选择 功能表上面的功能 它在右边这边会选择快速键 我们蛮常用的贴上Ctrl-C Ctrl-C Ctrl-C Ctrl-F 寻找 这样可以加速你的文字 文数处理的一个编辑的速度 如果要开启档案是什么?Ctrl-O Ctrl-O 所以这些快速键存档是Ctrl-S 可以加快你使用 在文数处理上面 处理的速度 你不用滑鼠再点 然后再去选 Ctrl-Ctrl-S 存档,直接存 那你也可以 Ctrl-F 寻找 搜寻功能 找哪里 所以这些快速键 如果你常常使用文数处理的话 建议你可以把它背下 然后你可以 在编辑的时候 来使用的时候 可以加速你 编辑文章的一个速度 在搜寻功 在搜寻功能